論文章 《甲藏腺》 講一件事的甲藏腺問題 甲藏腺究竟在哪裏呢 甲藏腺就在這裏 行不行 在這裏 沒問題 大家看看 甲藏腺位於頸部 在氣管之前 分左右兩邊 藏在鎖骨中間之下 在正常情況之下 我們是見不到和摸不到的 如果你看得到摸得到就是不正常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是 譬如面對面對著病人 有時候叫他吞淡口水 如果他有甲狀腺 他會整個東西動 很容易見得到 如果有問題的話 它的主要功能 就是調節身體的代謝活動 分泌的甲狀腺素過多 或者是不夠的話 都會導致身體機能的運作出現不正常 所以甲狀腺 都算是一個內分泌的腺體 OK 比喉嚨那些是更加重要的 好啦 甲狀腺疾病 甲狀腺疾病的類型可以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就是甲狀腺功能的抗進 所謂叫甲狀 第二種就是甲狀腺功能的減退 有些人叫甲減 另外有些人叫甲狀腫瘤 行不行 OK 三大類 我們嘗試將這三大類簡單講一講 甲狀腺功能的抗進 甲狀腺功能的抗進是當中最常見的 是由於先天 遺傳 自身免疫 壓力 病毒的入侵 懷孕的時候 輻射或者藥物導致甲狀腺分泌過高 好了 常見在二十至四十歲之間以女性居多 患者出現心跳加速 血壓高 怕熱 焦慮 狂燥 容易發怒和流汗 吃肉就大增 很餓的 不過不知為何吃都會減輕體重 大便次數也會頻密 驚奇也會容易混亂 OK 行不行 那麼 當中的情況 尤其是她的情緒對她的尤其影響得很嚴重 為何統計發現 為何女性特別多呢 未必可能女性的情緒特別容易波動 我覺得比較有趣 好了 甲礦亦都可能會引致下肢 或者上肢 突然癱瘓 那這種癱瘓的症狀就被稱為 甲狀腺功能抗進症合併周期性麻痺 不用是吧 独態這樣好都會打嗦 OK 這些症狀在華裔男性甲礦或病患裏面 是特別普遍的 華裔中的男性 OK 即是阻礦 各位男士 小心點 並且通常都跟低血甲 或者甲的含量過低等等症狀有關 好了 而甲狀腺功能抗進也會影響眼部 導致眼球突出 以及複視的症狀 甲礦亦都會導致驚奇的改變 影響生育和懷孕 亦都會令到糖尿病的症狀是更加惡化的 OK 好了 今天講完甲礦 我們講一下甲減 甲狀腺功能減退 甲狀腺分泌過低的時候 就會出現甲狀腺低下症 先天性的就叫做豬如症 所有初生嬰兒都會接受檢查 找出豬如症的個案 就是給予自理的 低下症的患者就會每樣都慢幾拍 是啊 無神無氣 如果你遇到一個夾低的人 你跟他聊天 你叫聲他之後說你喝了一杯茶 也不用擔心 他慢慢才會轉頭 今天是無神無氣的 很怕冷 身心的功能緩慢 肌力受損 體重增加 情緒低落 怕冷 聲音低沉緩慢 眼簾腫脹漲 電臂 因為那個平滑機 腸的平滑 還有心跳率減慢 指甲變形 皮膚乾厚 頭髮脫落 或者是頭髮稀薄 很少汗 連汗都少些 肌肉僵硬 或者頸鑾 關節痛 或者患有腕管 綜合症 其實如果你把甲狀和甲減 閉在一起對 你發覺很多事情都是倒轉的 但是割走極端 就是這個情況 好了 抑鬱症也和甲狀線功能減退有關 同時 甲狀線功能減退也會引致月經不正常 因此會影響生育和懷孕 在世界某些地方 缺點是引致甲狀線功能減退的主要因素 但是幸好我們在香港 食鹽和麵包都含有點 因此這個很多時候都不是問題 我們最常見引致甲狀線功能減退的原因 就是剛才所說的 就是由於甲狀線創傷之後所縱成的 其他常見引致甲狀線功能減退的原因 是由一種內在自身免疫系統的甲狀線疾病引起的 這種就是自己免疫系統 因某些敏感原因去攻擊你的甲狀線 導致功能低下 是由於這些原因 可以嗎 好了 講完抗甲減 講一下甲狀線腫瘤 包括狼腫、大頸拋、良性瘤 只有小部份是惡性的 就是甲狀線癌 那些腫是小部份是惡性的 大部份患有甲狀線腫瘤的病人 的甲狀線功能都是正常的 也就是說 正面對話說 沒有發現甲狀線功能抗進 或者甲狀線功能減退這些跡象的 大頸拋就是由於缺乏典質 或者自身免疫所致的 有些國家在水中加入典質 來減少前者的病例 不過太多典質 同樣都能夠引起大頸拋 所以多又是死、少又是死 輻射亦都被認為是甲狀線癌發生的影響因素 很有趣的是我們全身 原來你猜都猜不到 原來我們的甲狀線是最容易受輻射影響的 好了 另外 甲狀線腫瘤多數影響女性 除了驗血測試甲狀線 超聲波檢查 和幼針抽驗細胞病理測試 都是常用的檢測方法 驚嚇的網簾和甲狀線的疾病 OK 順利療法的處理 順利療法的診斷 我們就很著重病人整體的症狀 和病者個別的獨特性 要脫離慢性疾病 必須要為病人做體質性的治療 就要去找出病人的精神 情緒 肉體的一致性 令到他們可以由內至外 是徹底地去改善 我各常用到禁止 很明顯 但是很常用的 展示 只能帶來 最深究很高的 寶藏 剛好 寶藏